僅僅只是一瞬間 這名美國的格鬥家亞當 無法分辨現實及虛幻的情況下 失去了意識 即使面對防暴警察 也能像蟒蛇般絞殺 這也是全院 一個眾多武術家聚集的賽場 每名舞者都在這裡展現自己的武術 然而在這場上 卻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少年 靠著精湛的降服技術 打倒了比自己身形龐大的對手 他是絞殺王 金錦小宇宙 必殺技是三角鎖 只要進入他的領域 無逃脫可能 現實生活 也有這麼一位恐怖的三角鎖魔人 同樣會發動領域 同樣令對手無法逃脫 只要進入他的三角鎖領域 你能做的就是拍手投降 他就是來自台灣的柔術國手 三角鎖之王 位居正 位居正 身高185公分 體重85以下 現年32歲 畢業於內湖高中 大學就讀 輔仁大學 父親是律師 母親在公家機關上班 國中時因為愛吃導致身材肥胖 從小非常沒有自信 也讓位居正遭遇了霸凌的陰影 為了不再被欺負 開始學習空手道保護自己 很多人都誤以為 位居正不擅長打擊技 但其實在高中期間 他加入空手道校隊 並獲得了全中運前三名的成績 大學時 表哥給他看了綜合格鬥比賽 Pride FC 位居正 彷彿開啟新世界 而啟發他學習柔術的念頭 就是當時巴西MMA傳奇 大牛頭人 Nogera 沒錯 早期的Nogera 是在Pride打比賽 以強大出眾的降服能力出名 擁有巴西柔術黑帶 2001年 僅打了三場比賽 就獲得了Pride臨時重量級冠軍 甚至還跟殺王非多打過 但可惜沒有贏 以後有機會再做講解 後續轉戰UFC 成為巴西UFC運動員形象大使 各種驚人的所記 對於年少的位居正來說 是視覺衝擊 也定義了他想成為 能靈活運用三角形的Lag男人 大學時 位居正到了台灣巴西柔術學院 在小莉原成老師的底下學習柔術 台灣巴西柔術學院 是台灣目前最大的柔術館 林口、中和、台中、基隆都有分館 我們這邊簡稱台八 是柔術魔人的聚集地 光頭少年捨棄了許多玩樂時間 在台八不斷苦練柔術 3個月後 熟度迎來他的第一戰柔術比賽 面對對手積極的攻勢 位居正不斷抵禦他的過位 但可能是對手真的太急躁 重心直接過頭 位居正正式翻轉爬到背後 結束比賽 第一次的勝利也開啟了他的選手之路 2012年 位居正也挑戰當時的神武MMA格鬥錦標賽 獲得了冠軍 2014年登入大阪 挑戰日本的海馬杯 對手在下位不斷積極纏繞翻轉 但一再的被位居正化解 讓位居正抓到了機會結束比賽 而當時的這名對手 往後也成為了柔術世界冠軍 甚至登上Rising等職業的MMA比賽 獲得了不少的勝利 同年7月 台灣巴西柔術錦標賽 對手在上位試探想找機會切入 突然一個假動作接廁手翻 不料距離沒抓好不夠進去 再加上位居正的手腳比較長 下位防禦範圍更廣 所以輕鬆防禦 並將對手拉入他的絕對領域 2015年再度到日本 挑戰國際巴西柔術公開賽 2016年位居正進化的一年 這一年裡他奔破了不同國家 聖地牙哥柔術錦標賽 鳳凰城公開賽 分別拿下冠軍 回到台灣時 位居正獲得了巴西柔術紙袋 而他紙袋後 迎來的第一場比賽 是在同一年飛去中國深圳的 鬥陣柔術錦標賽 對手是來自香港的熊迪星 面對熊迪星的快速過腿壓制 讓位居正陷入苦戰 甚至差點被抓到下位十字固 最後判定勝利 奪得了冠軍 隨後2017年 2018 又分別在泰國 上海 東京 首爾等第四處征戰 2018年 新組織台灣柔術總會的成立 台灣首次成立國家代表隊 要出征 從哈薩克征戰亞洲錦標賽 位居正成為了代表隊成員 面對世界舞台 各個選手 都是每個國家金字塔頂端的選手 首戰對手來自土庫曼 位居正主動開啟領域 土庫曼選手對於領域的展開沒有遲疑 快速找漏洞做切入 位居正在下位不斷找機會進入絕對領域 右手控制好後 下位快速側面轉身發動牧村鎖 這突如其來的角度 讓對手拍手投降 榮獲了銅牌 2019年又到了東京北海道 並於當年的蒙古亞錦賽 獲得了對打組銀牌 順帶一提 當時對打組的第三名 也是台灣的選手豐哥拿下 第二第三都是由台灣選手包下 2022年 80亞錦賽請記組拿下第三名 時間來到了2023年 位居正迎戰了杭州亞運 為了準備比賽 特地前往韓國訓練 必殺技三角鎖 擊敗了阿富汗跟馬來西亞 八強賽 一個瞬間背後的破綻 遭到裸角 結束輸了比賽 而在最後的復活戰中 又遇到了另一位強者 2022年試運會第二 2019年試錦賽的銀牌 來自吉爾吉斯的好手 最後結果2比2 分數是平手了 但裁判判定對手較多優勢 所以將勝利判給對手 勝利看似很近 卻如此遙遠 花費了大量時間備账 消耗了大量的金錢訓練 要說位居正不在意是騙人的 這次亞運同時讓位居正陷入了低潮 但他清楚的知道 這次比賽他確實盡了全力 自己離世界的頂端還有一段路要走 為此他沉澱下來 調適心情再度回歸訓練跟教學 他遲到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他渴望的不是戰鬥 而是那勝利啊 這邊位居正想要特別感謝他的學長李天佑 陪伴他比賽、陪伴他訓練 一路上的柔術都有他的存在 聽起來很gay 但這真的是位居正最真誠的想法 2020年11月 位居正在苗栗頭份開設了柔術館 希望將他最熱愛的運動推廣給每一個人 什麼?你說苗栗太遠? 沒事的 他有在台北的進行式格鬥運動館教課 台北苗栗兩邊跑 位居正的上課收費資訊我會貼在下方 歡迎追蹤位居正的粉專 一起跟著這個男人 學習三角形的奧秘吧 哈囉,雨菲的觀眾們好 現在只要是看了這部影片的朋友 首次來報名私人課 我們有折扣只需要一千塊錢 所以說歡迎大家來報名 一起來學柔術,謝謝大家 我們沒有estra Cape 哇 哇 非常謝謝